委員 最近買電影票好像有被騙的情形 那可以幫我們講一下妳那個受害的情況大概怎麼樣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看這個新海誠的電影 那剛好就是最近臉書上有很多的這個 新海誠的以前的電影重印 那這個車庫娛樂他就是代理的片商 然後他在臉書上廣告非常的大 那我剛好看到這個新海誠的秒數五公分電影票 買一送一然後一四九他是這樣子寫喔 然後我當下就想說哇這麼便宜 然後就是因為他是很舊的片子在重印 所以我就想說應該也是蠻合理的 然後所以我就買了 然後他的購買過程就是要先下載他的APP 那當下我購買刷了一四九之後 並沒有再送一張電影票 反而是送了一個什麼Premium會員 然後在那個APP裡面其實我也搞不清楚那個什麼Premium會員是什麼 我當下認知就是我是買電影票 然後花了一四九元然後沒有送一張電影票 然後反而是變相的送了一個什麼會員 那我當下也想說那這個會員到底是什麼 是不是會變成被綁月珠然後要如何去取消 結果在那個APP上呢也找不到 那我當下也會認為說這個APP這個會員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也沒有想太多 我就想說反正他寫說前三十天免費的會員 那我想說三十天之後應該會再確認或是什麼 結果沒想到昨天早上凌晨三點多三點五十分 我的這個LinePay就提醒我說被刷了一個199的綠界車庫娛樂的費用 那我當下就想說這到底是什麼 因為又隔了一個月 所以我在回想原來是在我七月三號曾經買了一張電影票 然後被送了一個會員 那所以我昨天把這整件事情披露之後 我才發現說有很多的受害者都跟我一樣 他們一開始是購買電影票 結果變相的被贈送會員 然後被綁了這個會員之後呢 每個月竟然不知不覺被收取會員費 那甚至還有個資外洩被交到詐騙的狀況非常的多 那第二個就是說這個車庫娛樂說 這跟傳統的什麼Uber One、Uber Eats 或者是Spotify、Netflix一樣 但是其實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說 對我們的使用者來講 我們今天是要買電影票 我們並不是要加入會員 我們也不是要訂閱什麼外送 或是訂閱什麼電影會員 因為我們知道說我們是要買的是電影票 而不是要訂閱他的會員 所以當下沒有意識到說 我們被送的這個會員是被綁定的會員 然後反而是藉著買一送一電影票的名義 掛羊頭賣狗肉 然後送你這個需要月費的會員 然後讓你不知不覺中 當下還沒有辦法立刻取消這個會員 等到你忘記了 等到你沒發現的時候 他就偷偷的在凌晨三點多 然後扣你的會員費 那很多民眾反應過去曾經一次被綁三四個月 而且他還限定取消要在會員到期前72個小時 然後還有時間限制 然後很多人還要設定鬧鐘等等 還要跟時間賽跑 然後一不小心就又被綁三個月 就是用這樣子的手法 讓很多人在不知不覺中 就付了很多的月費 然後一直被綁定 那他也號稱說 可以用免費的電影票 或者是可以去用比較便宜的價格去購買電影票 要鼓勵大家加入會員來去購票 但是像很多人像我 被加入會員 根本不知道這個會員是幹什麼的 所以也無從去說 可以好好的利用這個會員啊 去買電影票或是去看電影 那如果他是要推廣說 大家都去看電影 當然也是好事 但問題是他應該要 用比較正向的方式去推廣 讓民眾知道說 我今天購買這個會員 就是為了要去多看電影 那自然我會多去使用 可是我是變相被綁定會員 根本不知道這會員是幹什麼 連用都沒用 那你到底是希望我去看電影 還是只是想要收我這199的月費 所以我想多數民眾被綁定會員 或是不知情的狀況之下 根本也不會去購買什麼電影票 那更何況他所謂便宜的電影票 還有時間地點跟相關的限制 張數的限制等等 而且那個騙數也都非常的少 甚至很多是非常冷門 可能大家都沒聽過的電影 類似這樣的狀況 所以根本也不會讓你說 想要多去訂閱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手法 說實話真的是非常的惡劣 那對於很多民眾來講 其實就是受害的狀況也非常的多 那在我臉書上其實短短的時間 就有非常多的民眾有相關的經歷 所以我也是藉由自身的經歷 希望能夠提醒大家千萬要小心 因為畢竟像我已經是一個非常小心的人 我也知道有類似這種APP續訂的陷阱等等 所以當下其實我也有在注意說 這個APP到底是什麼會員到底是什麼 然後會不會收我月費 可是我當下被綁定的時候 被送這個會員的時候 我是完全找不到任何資訊的 等到我發現被扣了199再回過頭來 在這個APP上還要努力的去搜尋說 到底是如何去取消這個會員 都非常的困難 所以我覺得這個陷阱中的陷阱 真的是藏得非常的深 只能說這家公司真的非常的厲害 手法非常的高明 那委員所以你最後有拿到另外一張送的票嗎 還是你就是去iPhone然後拿到一張票 後來我才了解說 所謂的送的電影票到底是什麼 他說會送一個1000點 然後可以用這個1000點去換電影票 但是在當下喔 你完全不知道這個東西 他也沒有跟你說明 他也沒有跳出這個訊息 甚至你被送會員 他也沒告訴你這個會員是什麼 如何使用如何取消 都沒有資訊 然後所以他所謂的送電影票 就是要用那個點數去換 那後來我再了解 那個點數去換的電影票 也是非常的有限 而且那個電影票 可能就是像我們剛剛講 時間地點跟章數的限制 常常都是秒殺 根本連換都不一定換得到 所以其實很多人也是說 看得到吃不到 那會想從什麼附近來 身體 我當然是希望說 包括術發部啊 還有文化部啊 相關的單位 能夠好好的注意 類似這樣的狀況 因為畢竟對於民眾來講 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其實心裡面會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會覺得說受騙上當 那更何況也是行之有年 那如果要努力推廣電影 絕對是好事 那包括說他所代理的很多的電影 可能也是民眾所喜歡的 例如說比較冷門的 那新海城的電影 可能對於某些觀眾來講 他是會想要去電影院看的 那我覺得他應該用更多正面的方式 讓大家覺得說去看電影是一件好事 而不是藉由說吸引這些影迷 然後去購買電影票之後 反而有這種受騙上當 或是不好的經驗 那反而會讓大家不敢去接觸 或者是不敢去看這樣的電影 那我覺得這樣反而是適得其妨 跟我們想要推廣大家多去看電影 或者是相關的美意 是完全是兩回事 那更何況長期以來 很多這種續定APP的陷阱 讓很多民眾不知不覺被扣月費 那年輕人可能就算了 但是很多的長輩 他可能在下載APP的時候 他也搞不清楚說 這個第一開始是免費 然後之後要收月費等等 那所以很多長輩 可能也不會去注意信用卡的資訊 甚至他也沒有跳出訊息提醒 所以這樣子可能不知不覺 長輩也被騙了很多月費 然後完全沒有使用這個APP 所以我覺得相關的資訊的提醒 跟揭露 還有能不能讓使用者 能夠有相關的規範去瞭解說 這個APP如何去取消 然後相關的規則 都應該在第一時間 能夠讓使用者清楚 否則像這種長得很深 甚至你第一時間想取消 還不能取消 甚至還有這個時間限制 在什麼時候之前 什麼時候幾天內取消 才算取消 這種的APP的設定方式 都對消費者相對的不利 而且非常的不友善 也不公平 也不對等 那我覺得對消費者來講 就是有一種受騙上當的感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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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